亲友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练习曲二的第二种弹法 那么我们说的每一种保留纸 这些当然都不是绝对的 都需要在曲子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做一些变通 我们上次说了练习曲二的第一段是这样弹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第二种弹法 第二种弹法上行还是一样的 就是从勾一到挑七 这个还是一样的 下行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弹法 我们先把前面这一句弹了 这都是一样的 下行的时候 我们上一种弹法是先把保留纸放到五旋 这样可以节省勾五的时候就不用移手了 但是我们在现在就要移手 可是我们第二种弹法 我们是在现在并不移手 我们现在就用临旋保留的方法 挑七旋 这时候你的手还是在六旋上面 下面勾五旋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不同的勾的方法 是用临旋保留的方法来勾五旋 也就是说当我们勾五旋的时候 你的保留手指实际上是放在六旋的 这种结合也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在需要连续的 挑七勾五 挑七勾五的时候 那么就用这种临旋保留 把手保留在这两根弦的之间的一个位置 是比较make sense的 那么 这种很方便 是吧 就不需要这种老师这么换来换去 那么这个是勾的临旋保留 也就是勾的临旋保留呢 都是保留 把手保留在它的相邻内旋 比它高的一个弦 好 我们再弹一下 这个挑七勾五 保留指 不管是挑七还是勾五 都是保留在六旋 那么对于挑和勾来说 都是属于临旋保留 下一个 再挑六 就是同选保留了 我们就同选保留 啪 就出去了 下面勾四 挑五 同选保留 勾三 挑四 同选保留 勾二 挑三 同选保留 勾一 那么实际上 我们这个用的动作的数量 跟第一种弹法是一样的 都是最经济的弹法 没有好坏之分 那么它的好坏呢 就是在曲子里面的具体情况 大家来判断 所以 我们第一种弹法是 先把手移到五旋 挑 勾 那么我们在勾的时候 节省了一个动作 但是在你挑之前 你要有一个移手的动作 那么第二种弹法呢 是在 挑的时候 不需要移手 那么在第一种 在挑七勾五的时候 那么勾五也不需要移手 但是后面 就都不节省了 挑 挑六 现在 在勾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放手的动作 勾四 所以这两种弹法 它的动作的数量 是差不多的 没有好坏之分 只不过 你是把这个准备动作放在前面 还是放在后面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弹法 好 我再把第一段连续的弹一遍 好 这是第一段 那么第二段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第二种弹法 上行还是一样的 下行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不移手 临选保留 下面 这个是隔一保留 但是下面要移手 隔一保留 要移手 要移手 隔一保留 我们把移手的动作放到了后面 好 第三段 也是一样的 第三段 我应该是一样的 第二段 是一样的 一点 一样的 一样的 是一样的 咪诺 晰 四段 没有 也因素 这是练习曲二的第二种弹法 谢谢